4.买富卖瓶 加张言在阿盘提国宣化后 想回到舍卫国去听闻佛陀 说法途中 见到一位妇人手持水瓶 坐在河边大声的豪呼 尊者一见不觉 油然的生起同情怜悯心 她怕这个女人因什么失忆的事情想不开 而头水自杀 因此她就向前问道 妇人什么事情使你伤心 要在这里豪呼 不要你管 告诉你有什么用 妇人哭的声音更大 妇人告诉我 我是佛陀的弟子 我可以帮助你解决苦难的问题 你是没有办法的 你看世间上这么不平 贫富如此悬殊 我是一个苦命的穷人 一生都受苦 我给贫穷的苦难 折磨得实在不想活了 女人说后 像要往水中跳的样子 贾沾言赶快上前一把拉住她 非常慈悲 同情地开导她道 妇人你不要伤心 世间上的穷人很多 不仅是你一个人 同时穷人 并不一定是苦或不幸 富人啊 也并不一定是快乐 你看那些英勇 奴婢和甜点的妇人 她们天天 忍然啊 为贪育 惩慧的烦恼受苦 为人 只要平安的生活就好 贫穷值得什么 微伤呢 女人跟爱凡的 挣扎着说道 你是一位出家的沙门 你能看得开 事情 但我们不能 你要知道 我是这里大富豪的奴隶 我穷年累月的做着奴役 衣食不周 没有自由 而且 我那黑心的主人 强悍暴怒 暴恶 没有丝毫慈心 我们做事稍有差池 打骂交加 叫我们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想到这些痛苦 都是由于我的贫穷所致 怎么不叫人为贫穷悲伤呢 富人既然如此 你不要悲伤 我告诉你一个解脱贫穷 和发展方法 是什么方法呢 富人把眼泪 擦拭一下 往哪里加沾眼 这个方法很简单 你既然为贫穷而受苦 那你可以把贫穷 卖给别人 贫穷可以卖给别人 女人尖叫起来 你不要这样乱说 如果贫穷可以卖给别人 那世界上就没有穷人了 又有什么人 还肯买贫穷呢 卖给我 我肯买 贫穷也回答 贫穷可以出卖 而且也有你买 不过出卖的方法 是怎样的呢 要不失 尊者开始道 你要知道 人生的贫富 各有姻缘 贫穷的人 所以贫穷 是前生没有 不适合修复 富贵的人 所以富贵 是前生肯 不适合修复 因此 不适合修复 是卖贫 买富的最好办法 女人听后 智慧开朗 她想 到了今天啊 还明白 智福之道 大家随后就苦着脸 问道 尊者 你说的不错 我确实明白了 发展的方法 不过我极其贫困 我是一无所有的人 就是我手中的水平 还是我那爱财如命的 主人所有 你叫我 怎么样布施呢 嘉章言 把自己的脖 交给女人 说道 布施 不一定要钱的 见到别人布施 自己欢喜也可以 现在你持此薄 盛水给我 作为你对我的布施 女人此刻 真正明白布施的意义 当即 依教奉行 后来她以供水的功德 得胜刀利天 强乐 佛法 不分贫富 是什么人都可以奉行的 布施不一定是富人 成为 而佛法所说的布施 并不仅是钱财的之余 就是看见别人行尸 心里不起嫉妒 布施称恨 而同胜欢喜心 就此 你的功德 也和布施的人同党 这么一做的善事 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这个嘉难言 很善巧方便 把布施的这个原理道理呢 说用卖贫穷 这个方法 善巧 一说就懂了 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 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都想想想 都想想想 现在社会搞市场经济 有了一万就想 一百万 一百万就想一亿了 都是这个跨越式的 发财 最快的发财 支付方式 一上市 造就无数多亿万 最快 但是我们一定要懂 发财支付 靠着什么 补食 补服 一定要懂 这是根本的方法 不是杀手 不是竞争 那些啊 顶多只能是 把我们过去的福报 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的过去福报 没这么多 而拥有这么多 可能立即就要出事了 这个过去 故事很多 过去那个 叫约维炒堂 笔记里边 谁记住故事 那这些人 有个人 升官 本来考这个 考重举 还是什么的 本来没踏着他 做了点手脚 上去了 没做就死了 一切都靠福报 你没有福报 而得这么大的福报 你可能啊 好快就待不住了 靠福报 这个我们最新一直 最近大家都知道了 了凡事训 于静一功 于赵神祭 同样跟这两位阿罗汉 一样的 教的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原理 方式可能不同 一个是赵神 来教的 一个是云古禅师教的 而这两个故事呢 一个是 加瞻炎教的 一个是密杰连教的 这个本性本质 是一样的 表现出来呢 不懂 我们大家自己啊 一定要反思 我们钱多不够 够不够 不够 为什么 既不能怨钱有人 还不能怨父母 有的人没钱吧 怨父母 要怨自己 要懂得原理 老老实实去行善 慢慢就有福报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么没有钱 现在呢 手段多了去 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杂骗 这杂骗特多 有一天我还接了个电话 说那个 你 你翻了床杀 你怎么还不去啊 我再问 手机关了 挂了电话 他就等着你回答 回头往上去打 你打个电话 行了 骗局就开始了 都这样 现在这个银行诈骗了 各种诈骗了 哎呀 靠这个方法之后 不懂得原理 现在我们学习这些 一定要懂得 懂得这个原理 故事 去行善 这个才能多福 发育成 当然我们现在呢 也不提倡大家 把所有钱都拿去 出去一件事情 我们提倡大家 就是 少量 拿出自己 收入的十分的衣服 长期坚持 这么做 是最好的 而且我们也提倡大家 行善 不要扎堆 这个人一扎堆 一呼吁 全来了 我们自己 一定要把这个行善 落实到平时的生活 自己能够 看到的 自己能够落实的 能够让人 真正见孝 要做这个事 不要哪有 呼吁我们 却了 却了至于 做的好坏呢 也不知道 你这一旦 落不到实处 有可能 人家还贪污了 因为不好了 我们还 心里也不高兴 不有可能 另外这里边 讲了个很 这个故事 又讲了非常 重要的原理 佛法 跟钱没关系 佛法跟钱 是毫无关系 大家 经常 就说 我们现在经常 喜欢干嘛呢 现在学过 规模盛大的放生仪式 规模盛大的印经 都喜欢干这事 插面 打击了 宏伟中年 要么就搞盛大的法会 晚会 最后修行 跟这个没有关系 毫无关系 跟钱是毫无关系 我们过去老举例子 梁武帝 建了四百八十四庙 渡了十万二十几万人出家 就钱多了 喊了去了 他有国普 有国普 他自己以为功德大 达摩祖师来了 一问 达摩祖师说 毫无功德 跟成佛 毫无关系 这些东西 解决不了 你的业者 最终梁武帝呢 被他手下人造反 把他弄成 这些没关系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觉得我们 有钱 而去觉得 我们出钱了 我们就行了 或者没钱 我们很自卑 我们没资格 不是 跟钱 毫无关系 跟谁有关系呢 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跟我们的身口意 有关系 平时啊 一定要按 佛讲的 因果 五戒之战 老老实实 规范自己的身口意 这个 有关系 这个能受益 这个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跟钱没关系 一定要搞清楚 这一条 这一边 这个原理 讲得非常好 没关系 非常善巧 方便 你不识不了 啥也没有 得了 给你个博 你希望他 打一波水 不是给我得了 可以 这说明什么问题 一切在心 全在心里 外边表现的一切 都是心的表现 你懂了这个原理了 即使不惜 这么一堆水 功德是一样的 前面那个 平礼供一灯 这也是个群人 他的供的灯啊 就三个面 而国王 大臣 这些人供的灯啊 第二天 光亮为弱 为什么 心里很弱 或者根本就没心 没有这样说 没有心 所以我们自己也 回头想一想 我们每天 做的事 到寺院寺庙去了 到哪去了 修行 念经 拜佛去了 我们是用了什么 大的用心 不在于 行事 不在于这些 一定要用心 是最重要的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